12月12日晚,功夫真言影业在微博发文宣布撒野影视化,将于2020年开拍,写道,影视制作,艺人经济,音乐时尚,全面开花,2020年撒野,一周的朋友叙事待发,打造时尚感与品质化兼顾的青春文化产业链,用专业技能, 和无限热情迎接未来。据悉,撒野是作家乌哲的小说作品,讲述了蒋成,偶遇顾淼,认识顾飞,从而开始命运纠葛的故事。真人版蒋成和顾飞就要来了,大家期待吗?